灰姑娘 从前,一个妇人的妻子得了重病,她死后被葬在了花园里。 她的女儿是一个美丽而又善良的女孩,每天都到她母亲的坟前去哭泣。 过了一些日子,妇人又娶了一个妻子。 这个妻子有两个女儿,她们容貌美丽,但心地却很坏。 她们抢了女孩美丽的衣裳,还逼着她到厨房干杂活。 每天的工作还没结束,姑娘就累得倒在油道旁睡着了,结果弄得满身是灰。 两个姐姐便取笑她说, 你就叫灰姑娘吧。 一天,父亲要去城里,她问三个女儿都要些什么礼物。 全两个女儿说要珠宝衣裳。 灰姑娘说, 我只要第一根碰到您帽子的树枝。 父亲回来后, 把一根真树枝交给女孩。 女孩将树枝种在母亲的坟上, 树枝很快长成一棵真树。 树上还住着两只小白鸽, 它们拥有神奇的魔力, 能够满足灰姑娘的愿望。 一天, 皇宫为了给王子挑选妻子, 要举办三场盛大的舞会, 请全国的姑娘都来参加。 但继母和姐姐不允许灰姑娘去。 当他们走后, 灰姑娘走到真树下。 两只小白鸽为她选来了一套金银礼服。 灰姑娘打扮得光彩动人, 兴高采烈地去参加舞会。 王子一见到灰姑娘, 就不愿意再和其他的姑娘跳舞了。 而继母和两位姐姐也完全没认出来, 这位像公主一样高雅的女子, 就是灰姑娘。 聪明的王子在最后一天舞会开始后, 命令仆人将一层楼梯上涂满厚厚的柏油。 灰姑娘离开时, 不小心将一只金丝舞鞋粘在了楼梯上。 王子捡到鞋子后说, 谁能穿上这只鞋, 谁就是我要找的妻子。 全国的每个姑娘都开始试这只鞋子。 轮到灰姑娘的姐姐们时, 他们都觉得鞋子小吧, 竟然硬生生地用小刀将脚趾或脚跟切去一部分, 才穿上鞋子。 幸亏王子看见从鞋子里流出的鲜鞋, 才知道他们不是自己要找的公主。 只有灰姑娘的脚刚刚合适。 于是他和王子在一起幸福地生活着。